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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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中国方面已经就永远法务大臣 篡改侵略历史的言论 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交涉 要求日本政府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 我们注意到宇田首相 就永远法务大臣的言论所作的表态 日本正确对待其侵略历史 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符合日本人民的利益 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也是中日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 在战争结束近50年 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今天 而日本的内阁成员 既然公开地篡改历史 否认事实 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流行径进行辩护了 我们感到震惊和愤慨 我们赞上克林顿总统 关于愿意做出努力 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表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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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